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当场找了工作人员 现在我不允许任何人在这里取钱存钱 我要求开机验钞 把第一张钞票的号码找到以后 上面就应该就全是我的钱 结果他们那边总部回答的是 不当我的面署钞验钞 他们要拿回总部去验钞 我世纪完人的打击之后 福士康终于坐不住了 明天开始找人 只找两钱人 听说还得枪命额 更可怕的是 据说半小时就能找门 总贺算下来 提出工资量前二 加甲板费了 加布铁了 加基地政策了 总共下来能到时候四钱左右吧 这些不搞啊 要是倒是再有个忘记江里金就好了 忘记的时候 美元能多那两钱 也还好点 现在还不确定有没有 !",就帮助声 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不能告诉我 侵占你领土杀中国人的人 你觉得他是爹吗 美国人拿走你一寸领土吗 回答吧 占了你的领土 抢占你的家园 杀你的同胞 你觉得他是爹 你还要支持他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近代史 八国联军有没美国 当然有了 你知道什么叫庚子赔款 美国人把大清赔的白银 一两都不剩 没有留到美国 他建立大学 建立医院 让中国的人到美国去留学 他觉得中国人缺少文明 有了文明 有了知识 打清就会改变 第一个不拿走中华一分钱的是美国 在这里愁美愁日 你了解历史吗 去看看庚子赔款 去看看清华大学谁建 去看看他们建立了多少医院 美国人把你的战争赔款全花给中国人 他没带走 后来他影响了法国英国 英国法国也觉得咱有点过分了 行 咱也让中国人到英法来留学 学知识 学文化 这才有了后来 为什么不知道感恩 你整天骂人家 对你好 你就骂是吧 好 人家走了 你失业了 没饭吃 然后骂谁呢 回答 富士康养活了一百多万中国人吃饭的饭碗 他走了 深圳 郑州都在搬迁 成都也要搬 人家走了 你骂谁 你也是个人 孩子上不起学 怪美国日本吗 你买不起房 怪美国日本吗 你看不起病 怪美国日本吗 你养不起老 怪美国日本吗 美国日本在这方面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OK 说句实话 我希望你们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 你们想想打你爷爷辈开始到你父母辈到你这辈还有孩子辈 这一切苦难谁造成不是我说你们人类的生育权是天赋的谁不想要有儿有女一辈子强制的我只能要一个儿子就是毒子女儿就是毒女 你管了我几十年对还是不对 他连天赋的权力都剥夺你 你怪美国日本干的 现在好了 没酒才 今天把我们家的房子卖了 去签了合同 输了订金 我今天聊一聊我这个房子是怎么从128万我没卖到今天67万卖了 2018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挂这个房子的时候中介跟我说的是你挂140万可以 我当时就那么挂上了 当时不着急卖 所以我也不太上心这件事情 反正也有人看房子 我当时降的幅度有点低 总觉得当时房价挺好的不舍得降 后来过了有一段时间中介就说让我赶紧卖 说姐128万很好卖你快卖吧 我有点接受不大了 140万然后直接降到128万 我又犹豫了一段时间 然后就直接降到了120万 说120万你可以卖你卖不卖 我说还是再等等看 我忘了又过了多久 反正挺长时间中介跟我说 他就直接劝我说姐100万你快卖 这个房子真的在降 房价是要下跌的 你快卖吧 100万肯定能卖了 很好卖 我当时接受不了 我从140万到100万 觉得降的幅度挺大的 当时就觉得已经跌去40万了 还能怎么跌 肯定还会再涨回去呢 当时就觉得房价会涨回去 我就直接不卖了 结果没有想到后来我再去问的时候 21年我再想挂的时候 中介就说这个房子 100万肯定是卖不了 一楼的你们那个一楼带院的 才能卖一百零几万 他说你倒不如挂个90多万 挂上90多万之后 也没有卖出去 去年夏天 我又重新认真的想要 真的想要卖的时候 然后我当时中介让我挂的是 88万 可疑 但是没有想到 从去年夏天挂上之后 整个去年的下半年 一个看房子都没有 中介说 根本就没有买房子的 我挂在了三个中介 我们家附近这三家中介都挂了 没有一个看房子的 今年过了年之后 中介跟我说 同楼层同户型的 就我们那个楼上卖了一套69万 你能不能接受 能接受就快卖 我一听之后 我就直接说不卖了 但是考虑了几天之后 我又决定还是卖了吧 我决定要接受现实了 我挂了72万 可疑 还是有一点点不甘心 但是挂了72万 依然没有人看 上周我跟中介说 我挂68万 最低就是68万 然后马上就开始有 不断的有人来看房子 然后昨天 就有人看好了 今天我们签了合同 他讲了一万块钱 67万 我觉得我也就 不再去计较这一万了 能卖就赶紧卖吧 为什么67万我也卖 因为我这个房子是94年的房子 60平 7楼 顶楼 没有电梯 所以这样的房子 现在真的是不好卖 我最近看了好多专家都在说 如果不是特别好的地段 不是学区 然后又是老房子 该卖就卖 所以我就决定还是卖了 我这个经历 应该有很多人 跟我有相同的经历 我们以前总抱着 房价它 总是会涨回去的 即使跌下来 也一定会涨回去 这好几年 我们就是一直抱着这样的想法 结果没有想到房价 就是一跌再跌 然后它没有涨回去 我决定不等了 所以今天卖了它 我老公就是一个蠢蠢大猿种 就是他买的这个房子 看看这个外面这么破 进到小区里 里面跟鸽子龙一样的 一个挨一个 根本没有小区环境 关键还是小产权 50年产权 当时买了将近9000一瓶 加上装修 总共花了不到50万吧 而且这个房子 是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村里 我是真不知道 他当时怎么想的 花这么多钱 买这么一个房子 这件要是在我们老家县城 可以买一个 100多瓶的31厅 今天我问了一下中介 我说这个房子 现在如果卖的话 能卖多少 中介很直接说 现在可能10万也卖不了 现在房子都在降价 没人买 只能租出去 租出去一个月 能租2000多块钱 还能稍微回回本 但是我公公不让出租 老人爱惜东西 怕租出去 把房子给糟蹋了 关键这不租出去 不就相当于 每年白扔了20000多块钱吗 有这20000多块钱 干点啥不行呢 我是真不能理解